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radio.hk 好熱啊 哥,你回來了 你也很炭,開著冷氣做甚麼 看台長說神秘的事 開冷氣就要付電費 聽完radio就要付月費 你付了月費了嗎 現在已經是月尾了 你交了月費了嗎 未交的話 就請到 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 假選你想支持的節目 預先感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節目月費計劃 普羅政治學院將於 今年7月1日擺設街站 大站為之為 銅鑼灣地鐵站E出口旁 黃紀利座字街 灣仔俄頸橋消防局對面 灣仔秦道衛里堂 而其他街站位置為 天候興發街入口 維園銅鑼灣入口噴水池 銅鑼灣軒尼斯道欺慎廣場 銅鑼灣軒尼斯道集成中心 以及銅鑼灣醫院街 到時將會推出最新款的 五區公投全民制憲 短袖支出 售價為150元正 將會在七一街站搶先發售 數量有限,有賣襯手 好,記得來吧 第3節 剛才過場教訓我們一件事 做主席 開一個會議都不要亂說話 我丟你,不是說我浪費時間 我丟了 這傢伙真是離譜 自己的刺身難保 當然有角色肉 我都不跟你算這些 現在香港人經常說 堅抗爭 激進派叫做真抗爭 堅抗爭 真正堅的抗爭 就是在共產黨眼皮下 跟他死過的叫堅抗爭 護陷村 陸峰,我鄉那 不好意思,你真是要 先吐一下鋼 這個發生在2011年 9月21日至2012年4月 那件事是說 在中國大陸廣東省 散美市、陸峰市的 東海街道 烏瀚村 我是陸峰人 烏瀚村 我是回過鄉下的 雖然我香港出生 跟我們鄉下距離都很近 都是那裡 那時陸峰就是獨立一個縣 陸峰縣 後來行政區改革之後 陸峰、海峰、 新峰、陸河等 全部都拼入 散美市的行政區 所以廣東省散美市 所以我們叫做散美人 那些人一般叫散美人 就是這樣來的 香港有兩個同鄉會 海峰和鄉會有陸峰同鄉會 共產黨委員搞了一個 叫散美同鄉會 那個頭人叫陳文青 是幫謝偉俊選舉的 OK 當年烏瀚村他有份搞的 搞是甚麼呢 他是被 即是反動一方 意思是被烏瀚村村民動他 因為他帶人進去收地 一人賠幾個 水人民幣 那條數是接近十億 就這麼簡單 一條這樣的數 在大陸貪污腐敗 這些所謂官商勾結 大家也不會覺得奇怪 尤其是在2011年那時候 那時候還是最上層的 最貪腐的 上有好者 下必有甚言 但是這些 所謂在大陸來說 那次事件 就叫做大陸群體事件 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里程碑 因為抗爭成功 自己選那個村委書記 對不對 選到這個人叫做林祖戀 大件事 現在被人說他受賄 拘捕他 但是烏瀚村這個不公義的事件 都還未解決 那些村民其實幾五年以來 即落即落這路火 喂 你這次還要拘捕他們 自己選出來的村委書記 對不對 第一次是自己選的 那個又是創造一個紀錄 對不對 那現在裡面就開始 現在在吵 有些香港記者殺了進去的 那已經 現在風雲變色 我告訴你 對不對 就是跟你組裝的 甚至乎準備一些武器 現在 就是 大陸 這個是 中國 對不對 這些就是真的抗爭 不要理會結果如何 其實海陸封人就是這樣 個性 所以你共產黨第一次的武裝革命 在哪裡發生 海陸峰 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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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海峰有一個澎湃紀念館 是不是 就是澎湃 他先告毛澤東 先告毛澤東 第一次共產黨武裝革命 海陸峰暴動 即是 如果用我們的說法 他就叫海陸峰起義 是不是 共產黨的說法 共產黨的說法就是海陸峰起義 是不是 第一次農民的武裝革命 就是海陸峰 說到海陸峰有一個很出名的人 叫陳永明 又是海陸峰的人 這個是 反孫中山的 那些人就是 堅抗爭危家 那些記者進去 香港記者進去 就在村裡不出來 因為出來後就無法進去 那些村民就幫他 在那裡吃 在那裡煮個份 大家一定要把消息傳出去 所以現在去到這個環境 加上有這些手機 那些東西 你沒得掩蓋的 那些東西 這件事是另外一件事 然後可能會出現 很大規模的 好像2011年那次 那麼大規模的 所謂大陸的說法 叫做群體事件 其實就是群眾的自力救濟 抗爭 甚至乎是會有武力的 在2011年的抗爭之後 在2012年的2月 烏坎村就舉行 村民選舉委員會推選大會 由村民一人一票 推選11個人 組成的村民選舉委員會 另外就用不記名投票方式 推選這個村代表 由他們去選這個村委會的領導 這個真是破天荒 就是為了烏坎村這件事 那件事是很簡單的 收了一些地 每戶賠五百多元人民幣 那間你就代了七億多 就是這樣 那時候陳文青還被人軟禁了入面 接著2012年選舉 他都未出到來 甚至選舉後的 還有兩個星期 放了他出來 幫鄭惠俊買票 我們就是 黃楊達就輸了給學老人的票 我現在告訴你 當時的選舉 我們不會怕你逃軍行 譚香文 我們不會跟他計算那些票 你又說我們要計算那些票 當時那些學老人的票 我們都會去酷 因為 黃楊達是學老人 我是學老人 在九龍東 我是最多鄉親 而且是很熟的 有很多是 我父親那一代的交情 甚至陸峰和鄉會 第一任的理事長 是我唐大哥 所以你一周刊 你在抹黑選舉的時候 說這個陸峰和鄉會 李市長 又跟大陸那些 什麼什麼在說這些 那些是極右派 你一直支持中華民國 我告訴你 你老不起又要抹黑 又不知頭 又不知老 學老人 香港有多少人 你知道嗎 這些就是政治 很多東西是很巧妙的 你明白嗎 這次烏坎村 就和你砌過 這些就叫做堅抗爭 你這些堅抗爭 我們都是林明基 我們都是李波 我們都是何韻詩 我們向強權雪筆 下一句 雪筆之後 我們就打拆他吧 應該 這個還有一個 我們都是橙濕機 誰來的 他是惡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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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明基的兒子 回到大陸 他過了關 出了姿勢 但這個我覺得 他有他兒子的想法 這個無所謂 也無需要 因為他兒子 這種做法 然後又去 抹黑這個 林明基說的話 我覺得是沒有意思的 我只是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困了八個月 非法禁錮 這是不是事實 然後他出來了 他不是放出來的 很多人說放出來 是兩個中國那些 那些人員 強力部門的人員 和他一起出來 是這樣 何俊仁也有反一齊 當時是 這個又是我們都是 林明基 接著就加一句 個人見解 亦不為然 香港獨立可行 周樹峰更改了個封面相片 就是我們都是 林明基 現在就變成了副題 對 接著就是副題 個人見解 亦不為然 香港獨立可行 對不對 那你說 就是看一下這些 老實說 他們都威了幾天 那幾天還去問 你本土派去了哪裏 你本土派說 我們不理中國的事 中國不要理我們的事 那不是這樣說法 哪有人敢說過 我不搞中國大陸大陸 中國不會搞我 我不是不搞他 搞他不到 叫你 你現在叫他不要搞我 你明白嗎 你們經常去搞他 你不是搞他 你是張委員長前 張委員長後 你怎麼見到張德江 現在 每個人都 開心到不得了 接近權力 那個亢奮 就是日於言表 又說這個是歷史 又願意接受統戰 全部都是你們說的 大哥 那我們 他不請我 我怎麼請我 都不能去 說了看賊不兩立 我在立法會大會說 你叫張委員長 我叫張匪德江 這樣夠清楚了嗎 對不對 這樣還不夠清楚 對不對 所以整件事 其實還繼續會有發展 那 何俊仁在電台節目中說 他今天那段說話 又是很 很有意思的 他說銅鑼灣書店店長 林榮基沒有打算報警 因為透過議員 直接向保安局反應更為有效 對不對 暫時未能下定論事件 涉及跨境執法 透過議員 直接向保安局反應更為有效 現在透過何俊仁議員 這樣就有效 堅定可信民主黨 有時候最重要是找民主黨 是吧 但是搞港獨你就不要找他 就是這樣 最無恥就是黃碧雲 在Facebook出些post 你真是 哇 你真是 開心到不得了 你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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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來說去都是為了選舉 你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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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現在的 арcast documented 怎麼辦?聽聽大家的意見 但我堅持要搞下去 我連見都未有見到我兒子 於是跟何俊仁談 他找了一個維權律師給我 拿了我幾萬元,結果去魚王學 你現在來,你為何潑我污水? 用我兒子這件事 還有一個賤人林榮基那件事 你又扯到我兒子那裏 我屌你了,你這麼不加賺 你別讓我見到你 我告訴你 為何你們的論述能力差到這樣 你每次都要找我兒子來說 我屌你了,好嗎? 監督坐樓,原來坐了四年多 為何提早年半放監? 你看過判決書嗎? 我有了這些文件在這裏 慢慢和這群家產計算 我現在告訴你 特別是長毛這個賤人 第一個和你說 陳偉業 陳偉業 陶均衡 你們這些人渣基本上是 告訴你 我老婆早兩天才在這裏 說到哭苦哭忽 說要跟他們算帳 我這個女人,你和他算甚麼? 我上來做節目,我說NO 你搞得到我家人,你知道嗎? 陳偉業有甚麼證據,我收共產黨的錢 是共產黨奴才,我屌你了,好嗎? 上個禮拜我都好聲好氣,不家產 見你這群不家產 你夠不夠膽和他劃清界線嗎? 陳偉業說的事不代表你嗎? 梁國雄 陳志全,你敢不敢說嗎? 你不敢嘛 你又是垃圾 做甚麼議員啊? 維護甚麼公義啊? 去說別人家人 甚麼叫公義啊?你告訴我嗎? 你不惹我,我都沒那麼生氣 是不是? 就各有各做 大家路線不同,就路線不同 是不是? 你怕輸嗎? 很懶惹做議員嗎? 你梁國雄 你怎麼賤到這樣呢? 是嗎? 你犯了一個最嚴重的錯誤 你開這個記者會,你動我 你不是說政見 是嗎? 你是潑污水 你是抹黑 還要傷害我家人 那我怎麽可以跟你不計算呢? 是嗎? 被你選到 我都要繼續跟你計算 我現在告訴你 你倆個是一個賤人 甚麼都不關你的事,自身是外 你逃君行收一百萬 你說你不知道 接著你自己收一百萬 收黎智英 這是不是事實嗎? 這些不是潑你污水 是嗎? 扒扒住這間公屋十幾年 做了十幾年 議員賺了一個千萬 不是潑你污水 是嗎? 已經勸過你了 是嗎? 跟我說 你陳偉業 還要跟你計算 我現在告訴你 慢慢才跟你計算 是嗎? 因為你應該去到一個地步 是嗎? 本來我已經是告訴你 不要跟你這群人計較 那晚說完就算了 是嗎? 但這幾天 我就被我的家人煩到我 我想一下又是 是嗎? 我連家人也補不到 為何又被人拿出來說 我們做錯了些甚麼呢? 我老婆不是我 那時五區公投期間 我兒子被人抓了 然後五區公投繼續 是 為何你不說呢? 現在提早放 收下了共產黨的錢 當然是說甚麼 梁國寒說的時候 你在笑 你不說 整班都混蛋了 我告訴你 我經常跟自己說 算了數 不然跟你這班人 再在這裡計較 糾纏 有夠理說 但不行 今天我兒子又發訊息來 我老婆又在這兒以我 你搞得到我家人 你梁國雄沒有兒子沒有女兒 你陳偉也有三個女兒 講回曾鈺成 上次出燈謎 你今天又弄一篇拼字遊戲 Energram 譬如說 Lars和Shop Horse Sue Gott Gott 就是這樣 其實整篇文章 只講一個Hildry Cunning 就是梁振英 這幾個字沒有再排回 就是梁振英 不過這句補充 英文實際上沒有這個Hildry Cunning 是自己作出來的 但這一個就是梁振英 是一個 Q3Cunning 就是狼英 實際上是說這件事 你曾鈺成 現在搞得到又燈謎 又這些 我覺得格格調低了一點 這陣子 以他的文學修養 就不應該去到這個層次 他覺得很過癮 孫善 因為他不可以像我這樣 他不可以像我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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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就行這招 但這個格局 我也同意 Bad taste 是 是 是 他其實是自己覺得很可愛 大家可以看看他今天AM730那篇 最近都經常寫這些 但我想問他 他這樣的輿論的攻勢 放諸現在這個政治的現實環境 事實上是否沒有什麼作用 沒有什麼大作用 其實我覺得他就是 會被人的感覺 他都可能會出來選 但是你如果說 從另一個思考方法 你可以這樣看 雖然剛才我批評過他的格調不高 但他現在做這件事 會不會是想轉移這個目標 令到真的選的人出來 首先那個目標 六八九會放在他身上 導致真的出來選的人 現在可以避免 即是這個六八九的追殺 有沒有這個可能性 六八九 其實我經常覺得 那些人誇張了他的追殺 他連追殺我都這麼差 他怎麼有追殺能力 你告訴我 經常有人說到我很毒很狼 他是蠢啊大哥 是不是 他這宗告我 這樣搞到在法庭 被我盤三天 被我羞辱三天 他怎麼這麼聰明 你告訴我 你告訴我 是不是 這個事情 基本上是垃圾 不過就是 你時來運到 在時間上 令到他可以這樣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然後他人 好像覺得他身份手辣 那些 他全部被你看到 那些 當時他的對手更蠢 對嗎 對手更蠢 你說得對 他做的事你能看得到 對手 那些對手 現在心裡說 幸好我沒有做到 這個人基本上是垃圾 能力又不夠 是不是 香港人真的很不幸 對手 你可否補充一下 你的官司的Status 是怎樣的 現在的官司 就是 Posecution 那部分 完了 然後到 表面正功成立 對 然後到辯方 表面正功成立 因為他的片段 會有三十個證人 你沒有法庭 沒有可能說 表證不成立 是吧 表證不成立 就是no case 我就可以走了 是吧 那表證成立 接著就到辯方案情 我要傳召證人 我要作證 是吧 接著我給公方去盤 那預料那個審訊的過程 去到八月 那時候會進行多久 現在是八月八日開始審 我想都是一個星期左右 我的部分 即是 在選舉之前會完成嗎 選舉之前一定會完成 那假如判你入獄又如何 判我入獄 那就無法選 就是這樣 如果九月三日投票 是否九月三日四日 四日 四日 四日投票那天 我在入獄 那就無法選 就是這樣 但是如果八月八日審審到八月中 判一個月 不是 那要判 你還有個過程 判就判 先判刑了 然後還要 譬如定了你罪 金花官 裁決了之後 然後還要判刑 那你怎樣也要押後兩三個星期 那除非他計算的時間剛剛好 九月四日那一日就扔你入獄 那你便乖 那你便乖 那現在很難猜 現在很難猜 現在很難猜 現在講的 全部都是只有一個講字 現在很難猜 我又不想去猜 那大家捉我好運 大家幫我記住這幾個 剛才我講的九個七六 這些是人渣 他叫梁國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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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偉業也是 但是他講完兩場 他在笑 他附和他 但是你是知道實情的 等於是 你都覺得是沒有證 沒有句 不應該這樣 我殺了你老爸 你老母梁國雄 現在 我寫了一個字條 讓他不回覆我 好 節目到這裏 免得我再爆 再見